真理是什么? 一万年前,真理就是拳头 而到了1945年,美国告诉全世界 真理就该是核弹头 目前,世界上能够合法拥合的国家依然只有五常 而美国、俄罗斯、中国更是堪称军力头部玩家 那其他两国和我国都分别持有多少核弹头? 差距又有多大呢? 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我是小强哥 1945年8月6日 美国在日本广岛市投下了一颗名为小男孩的核弹头 三天后又在长崎市投下了一颗名为胖子的核弹头 这两次核爆有超过20万人死亡和数十万人受伤 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创伤 这次核爆炸也震惊了整个世界 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使用核武器的事件 这次,核弹头成为热武器时代各国最终底牌 每个国家是否拥有核弹头 拥有多少个核弹头是衡量该国军事实力最根本的标准 日本遭到核轰炸后 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核武器的重视 各国纷纷开始研制核武器 在战后的几十年中 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中国、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 先后拥有了核武器 全球从此进入了核竞赛时代 其中,前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 前苏联是世界上最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 其核武器库存数量在冷战期间位居世界第一 在苏联解体前 该国核武器库存量是绝对的军事机密 苏联解体多年后 军事专家根据可靠情报估算 前苏联拥有的核弹头数量约为4万枚左右 这个数量级的核弹头足以毁灭全人类数次 在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成为了继承者国家 继续拥有苏联时期的核武器与核技术 目前俄罗斯仍然是全球拥有核武器数量最多的国家 其核武器库存数量约为6850枚左右 占全球核武器总量的30% 不过就算拥有了核弹头 没有发射能力也是白搭 而俄罗斯在这一领域也不差 他们拥有多种导弹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 这些导弹具有非常高的射程和杀伤力 号称俄罗斯最厉害的导弹 其中最著名的是俄罗斯的萨尔马特 洲际弹道导弹 具有长达1万公里的射程 和重达200吨的巨大弹头 可以携带多个核弹头 并且具有非常强的突防能力和反导能力 俄罗斯方面宣称 萨尔马特导弹能够摧毁美国的反导系统 具有摧毁整个美国的能力 不知道拜登听了是否脑瓜子嗡嗡的 这还不止 俄罗斯的布拉万潜射弹道导弹 也是一种非常先进的导弹 可以从潜艇中发射 并具有长达9000公里的射程 和多个独立制导核弹头 具有非常强的突防和反导能力 说完了俄罗斯 再来看看美国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美国政府拥有大约3800枚核弹头 其中大约1800枚是部署在洲际导弹 潜艇和轰炸机上的战略核弹头 其余的是备用和非部署状态的核弹头 美国的核武器库存比俄罗斯少 是因为美国的核战略 更加倾向于使用小规模 精确打击的核武器 这种类型的核武器库存 不需要像俄罗斯那样数量庞大的核弹头 美国注重新技术和精密武器的研发和应用 对核弹头的数量没那么多执念 美国陆基主力核武器导弹 是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 它可以携带多个核弹头 每个弹头都可以独立选择不同的目标 进行打击 号称天女散花式攻击 这种导弹的射程可达一万两千公里 可以覆盖全球大部分地区 美国最新型的潜射弹道导弹 是哥伦比亚籍导弹潜艇上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 它也可以携带多个核弹头天女散花式攻击 由于发射平台式潜艇 很难被敌方侦察和攻击 那中国有多少核弹头呢 和美俄两国相比实力怎么样 我国核弹头数量也是保密的 外国有些专家分析我国 大概有几百到几千枚核弹头 这个数量我国没有给予回复 我国的核武器的发展相对较晚 总体数量比俄罗斯及美国少 公认保有量处于世界第三的位置 在导弹方面 我国比较广为人知的是东风系列导弹 包括东风15、东风16、东风21、东风26、东风41等 全都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 其中东风21导弹也被称为航母杀手 是一种反舰导弹 射程约为1500公里 能够以超音速飞行攻击敌方舰艇 东风26导弹是一种中远程弹道导弹 射程约为3000到4000公里 能够携带多种弹头 可以打击各种地面目标和海上目标 东风41导弹是一种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 射程可以达到1.2万公里 能够携带多枚分岛式核弹头 具有高精度 高机动性和强大的突防能力 东风41还配备了一些先进技术 比如多个甲目标 多个弹头等 使得其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和打击能力 根据一些国外专家调查数据 目前全球共有约130080枚核弹头 中美俄三国核弹头数量占比大约为81%左右 三国的核武器库存总量占世界总量的大部分 自燃制三国的军事实力也处于前三的位置 正是由于核武器威力巨大 如果放任各国都发展核武器 一旦核战争爆发 将会造成数亿人直接死亡 同时核辐射还会造成长期的生态和环境破坏 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会带来极大威胁 对此联合国于1968年制定了核武器不扩散条约NPT 共有191个国家签署并加入 共同防止核武器扩散和促进各国核财军 中国于1992年加入了NPT 并做出了一系列承诺和义务 作为前属国 中国同意不向任何未获得核武器的国家 或者非国家组织提供核武器 核武器技术或者其他与核武器相关的设备和材料 同时也同意不从任何国家或者非国家组织获取核武器 核武器技术或者其他与核武器相关的设备和材料 自我国开始研究核武器的那一天 所秉持的核原则就是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核打击 我国必须维持着最低限度的核威慑 也就是说我国和美国不同 没有称霸世界的想法 为的只是为国内的经济发展与世界和平构建出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 因此储备核武器 中国造核武器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 正相反是因为崇尚和平 无论我国拥有多少枚核弹头 这样的基本观念都不会改变 这才是一个世界大国应有的担当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见